来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 我就给他救活什么花或者是养什么花 这段时间已经停了 但是这位花友给我寄过来 让我看看还能不能救活 那咱们就先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 现在主要是因为天气冷了 所以说就停了 因为很多的花友寄过来 我怕在路上都冻死了 所以说咱们就停 这是啥灰煮的 哎 掉了个啥 拿来看一下那个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啊 有点失花 有点失花 啥也没有的 说好的 这个花友是 找了个那种打包的碗 一次性的 这种碗不适合养花 不适合养花 你别认为你抓两个眼儿都透气了 不适合 为了这个比较严谨一些呢 我们问了一下这个花友 借过来这个是什么 它是一个毛爆皮章 啊 它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植物啊 咱们说一下这个花友养护的一个缺点 摸一下杆子 杆子还没什么大问题 杆子还很健康 第一个呢 就是用到的这种盆 它这个确切来说应该是用到的碗 不应该用这种碗去养护啊 它透气性实在是太差了 现在买个花盆 我看现在很便宜了 应该一块多钱就能买到一个很不错的 这么大小的花盆了 那么呢 第二个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土 土的话呢 我简单的去闻了一下 这个土的话 还是有一些个 有一些个霉味 这种是很不利于它发根的花友 您用的这份土 好吧 如果说大家在家里面 你像咱们用小盆去养的话呢 你可以 用一些次育土 次育土的话会更加利于发根 你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 我们家也有那个泥炭土 它也 比您现在用的这个土要利于发根的多 第三个点呢 就是水浇的太多 好吧 水浇的太多 您要了解啊 这种 你比方说裸根苗或者是生光 你要了解这么一句话 叫气生根 不是说因为生气才生根 而是说什么呢 要有一定的透气性 它才会生根 保留着护心土来的 现在呢 就是过分的一个干燥 有个净瘤 有个净瘤 这个位置 之前受过伤 这个地方呢 会影响大部分的一个营养吸收 这是一个 不算是 不算是特别理想的一个事 因为这种瘤呢 就跟咱们人血管一样起个瘤 它会影响上面的营养攻击 但是呢 有一半的树皮还比较好 但是呢 也出现了一个裂缝 哎呀 看一下根系 万幸的是根系还没有受损 根系还没有受损 打开吧 也没什么根了 您这样弄过来 还不如我直接重新牵插呢 讲实话 然后看到没有 这边是有 虫子 蚂蚁 看到吗 能拍到吧 反正有这种小蚂蚁啊 当这蚂蚁没有食物的时候呢 它会考虑吃你的根系 好吧 然后呢有一些个黑腹下面的一个根系 还能救吗 还能救啊 这个根重新牵插差不多了 把下面的一节坏掉的给它去掉 好吧 当死马当活马一吧 咱们接下来说一下它的一个救治 那我们现在往下呢要准备几样东西 一个就是水 用什么容器都无所谓 然后一个就是杀菌类的 大家可以用到厄梅菱 而我手里面现在拿的是密钉核杆类的一个抗菌素 因为我们这个花比较小 咱们就只需要往水里面加个一两滴就可以了 加个一两滴 这样的话比较省嘛 然后呢是HB101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用一些负硝肥纳 或者说 银朵丁酸 耐酸 这些生根器类似的都可以 这个主要是为了让这个植物 活性变高起来 水里面也是可以多放两三滴 可以多放个两三滴 这个东西多一点没事 因为毕竟是救命要紧 好 接下来呢咱们就搅拌一下 给这个根泡一泡就行了 这样浸泡一会儿 然后呢这样大概浸泡个 5分钟10分钟的都行啊 浸泡一会儿 我等会儿过来弄 好了 接下来呢咱们找一个花盆 找一个花盆不要太大 尽量的排水透气要好一些 大家可以选用 自己选自己喜欢的一个颜值高的 然后透气一些 之后呢用咱们家的土 直接去扦插就行了 咱们就当它 就当它没有根一样 就当重新扦插一样就好了 好吧 简单的放入咱们家的土就可以了 大块的可以稍微碾碎一下 好 可以 就不要压得特别特别实就行了啊 就是能让它固定住 不要压得很实了 本身呢 就是需要一定的透气性才会长根 也不要埋得太深 这样的话不离于它的发根 接下来呢咱们就正常的当一盆 千叉苗去养护就好了 之后呢 剩下的这个熔液有点 有点脏了 我再重新对一点熔液 给它做一做这个杀菌保湿的处理 把101也对上 转了一圈一响 不能浪费 剩下的这些个还能用 不能用再说吧 勤检勞动英明勤检吃价 勤检致富 能喷出来就行了 目标就达到了 一个是杀菌 一个是保湿 还有一个呢 就是把这个101这个东西 用一种方法给它弄上 剩下的熔液也别浪费了 也得给它倒进去 那接下来呢 就是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了 就是要慢慢的去等 好吧 慢慢的去等 等到它慢慢的去长根 别的没什么办法 只能这样子 放到我前面大棚里面 只能这样 如果说咱们自己在家里面 没有这种条件的话 必须得自己做一个那种大棚起来了 可以做个大大的 里面再加一层膜 双层膜那种保湿就行了 之后的就是定期的 要进行一次杀菌 然后保湿 能救回来啊 对高温高湿 如果说就怕什么了 就怕 我这边连续一个月的阴雨天 这个就彻底完蛋了 就怕这个就怕这个 好了 别的没事了 好了之后的一个养护呢 也是就当一个牵插苗一样去养护 具备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就好了 如果说家里面没条件的话 自己得想办法 我尽量的去救治吧 然后我比较害怕 比较担心的就是我这边连续的一个阴天 有个十几天 我们这边温度就上不来 因为我们棚里面没有自己加温 好吧 我就比较担心这个 总的来说呢 就是金人士 天天命 也希望给这个花友把这份披章呢 给他救回来 嘿嘿 谢花我们的一个支持和信任 当然了 如果说这一份在那救回来以后 也算是一个风水之热了 哈哈哈哈 有点过分 要不说今天点了 我是老花一线 我最近一线 人念不见不散 白了 嗯哼哼